我把那个程式贴上给各位参考 大部分就是MDFI表示那个名称 应该大小写是有打错的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网路上除了Jetson档之外 CSV啊或者是说其他TST啊 或甚至是网页 其实也都可以全部抓下来没有问题 因为刚刚同学马上试一下CSV有抓下来 只是说可能有乱码的问题 编码方式注意一下 另外呢下载的时候记得就是说 在我们Dreamweaver里面内建的那个浏览器 它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但是通常是有连线成功 但是资料不见得会下载 所以我是建议你用IE浏览器 IE浏览器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不过我是担心就是说 好像刚刚有同学也是 IE不晓得是不是安全性还是版本的关系 然后其他的话反正就是 这个地方是一个基本的架构 网路上面的东西 基本上就可以顺利的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 再来做切割 切割完之后呢 再来我们可能要考虑是 怎么样把它再做格式化 放在一个ListView里面 然后再来也许ListView这个部分OK之后 你可以考虑再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就是动态的版本 点击哪一笔 跳到一个详细页面 详细页面再跳回来 可以在详细页面里面跳来跳去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做呢 这个我想后面 这个我们再用看其他的范例来补充 或怎么样 那这个第一个 刚刚同学有提到 其实我们在讲那个Java和Enjoy Studio里面 也有提到其实会从网路上抓资料 那之前我们抓的方法 其实也是会有个类别 叫什么Connection相关的物件 叫HTTP的Connection 然后抓下来之后 同样也会跑一个回圈 把一笔一笔的资料抓下来 那以前我们好像是都抓CSV比较多 CSV就是一个斗点 那我会用Splitter 里面有一个Splitter的方法把它切割 切割丢给一个阵列 然后再一个一个去把阵列里面的东西 看哪一些要的就把它抓出来 丢到我要放的那个字串里面 那就可以显示出来 其实所以之前有学过 那个Enjoy Studio的同学 其实也可以把最后我们讲 那个切割网路的那个字串观念 其实是雷同的 也是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不过可能要配合一些什么SubStream 先用IndexOf先查 然后再配合SubStream去切 那就可以把网页HTML里面的标签 哪部分要哪部分不要 也可以把网路上的资料给抓下来 之前好像有做过一个叫台银的外汇 抓那个台湾银行的那个外汇字 比如说你想要知道今天到底日币 其实它好像比较关系 像我最近因为下个月要去日本玩 所以我也很关心日本那个日币的外汇 所以那随时都要盯着外汇看 所以看起来好像刚刚刚滴滴 所以27大概就已经很低了 所以前一天赶快先买一点 不然要涨上去就来不及了 所以类似像这样子 你就可以直接去抓台银的资料 可以被秀在手机上可以 可不可以用这个范例当然可以 绝对没有问题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把网页上面的东西 抓放在手机上秀 随时可以更新一下更新一下 你会随时看到最新的讯息 当然你想说我也可以连到那个网页上看 不过网页上看毕竟它是一个网页的界面 它并不是APP的界面 所以差异还是蛮大的 OK那待会的话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下 有关那个就是改成那个什么 JCreateMobile ListView的清单元件的方式 如何把那个就是刚刚的那个项目清单 那个项目清单其实是在网页上面用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把它换成类似像这样子 那还记得吧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ListView 那这个ListView里面要有圆角 所以圆角的话就是什么 有一个属性叫什么 叫Inset等于True嘛 然后再来就是说里面的资料 里面的资料其实我上面字比较大 比如说名称 下面比较小 这个ParkName 这个是那个Introduction就是它的那个里面的详细的说明 那也许我这边是用那个字比较大一点 我记得好像这边是用H3吧 把它用H3的字 那底下用预设的 类似像这样子 这个换行的话就是多个P啦 就是把这边多一个P换行 或者BR 其实用P啦 把它换行 然后一笔 一笔 一笔 所以特别注意 那这个当然你就修改一下就OK了 那怎么改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界面上做修改 界面哪些修改 因为我将来会需要在下面 本来是用什么 下面本来是用一个那个 用一个什么 Relight Relight我们用DIV或P 不过我将来呢 是会怎么样呢 把结果显示在这个页面的底下 所以我预先做一个什么 预先做好一个就是那个 Ul 其实就是你直接在下方插入一个Ul 有没有就项目符号 然后在这个Ul里面呢 就是先设定好它的DataInset 然后那个DataRaw等于ListView 然后多一个ID等于Output 就是我把它输入到这边 那做法上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把它改 刚刚这个 比如说 显示成功的部分 我们刚刚 这边 Pug2 Pug2里面 我把它 原来是这个DIV 在这边显示 那可是我现在不是要在这边显示 那我要怎么 这个后面Enter一下 在这边 先把它多点击比较快的方法 项目清单 如果你有个项目清单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边有没有 会帮你做一个Ul 那你可以在这边怎么样 设定它的JQuery的相关属性 比较快的方法 先找到DataRaw先改一下 DataRaw把它改成ListView 把这个改成ListView 你会发现 不过 有的时候呢 你如果说没有整个选起来 它会把它加到Li里面 所以把它控制一下 游标放在这里 或者你把这个Ul Ul 选起来 再来设定一下DataRaw 把它改一下 基本上这样比较不会错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个我们的左手边那边 它现在加到哪边 DiV那边 OK 奇怪 它是不然就是 不然就自己打也可以 不然就是有的时候这样 DeleteDeal 那这边的话 其实也不困难 就打一个Data 它自己会提示 DataRaw 所以你这边可以Data 然后打一个DataRaw 直接这边点两下 等于什么呢 这里有个清单 AtListView 那在前面这边 你也可以再打一个 DataInset 所以Data 这有时候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Data In I开头 Inset 这里 等于True 它会自动跳 其实我是觉得也还OK 这边可以加 加了之后 在最后加什么 加一个那个 或者你这边点一下 它这边也可以再加一个ID 所以这边的话 ID 它的ID等于 那给它一个名称 也许我们叫Optr 所以你这边的话 再打一个Optr 我都是用小写 OK 好 所以这边的话就有一个 可是它里面是空的 没有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在哪个地方维护它呢 程式里面维护它 那程式怎么维护 前面好像我们有在 前面好像好几个范例里面都有提到 比如说像什么 在JavaScript的阵列里面 什么小玉 小丸子 那个有没有 其实也是做法是一样的 只是说那个是阵列丢进来 这个其实也差不多 只是从网路上捞资料放进来 那要怎么放 基本上大概有几个动作 你可能就是 主要是改哪里 把它切到程式好了 主要一样这边捞资料 这个部分不会动 可是捞下来之后的话 我们这边是用HTML加等于 所以你可能第一个 要先把那个ListView 资料给清空 所以会 我的习惯是这样 基本上呢 我的做法 我来看一下 我这边有个已经做好 用Fornets 可以用Fornets 我等一下会讲一下 补充说明一下 那基本上呢 我的习惯会 刚刚的东西Success 那一样怎么样 会捞一个Data给我 那我的习惯是会先 宣告一个什么 宣告一个这个 一个变数物件 去接什么 接这个 Output 把Output丢过去 当你不丢Output 下面会好几个这个东西 那我的习惯是把这个东西 丢给List 先做什么 清空它 清空的话 就是有个方法叫Empty 把里面的东西清空 OK 再来的话呢 用List里面有个Append Append的顾名是 就是往下加 其实就有点类似像 加等于的意思 加等于的意思 那或者当然你不这样写 你也可以产生一个变数 一直去串接 串完之后再把它加进去 也可以啦 只是说用Append 比较方便 那我Append 预设里面 已经是空的 所以List View 现在是完全空的 完全空之后呢 我再先补一个这个东西给它 先补一个那个 DataRaw 等于那个List View 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再来就是 针对什么呢 这个地方 我用也是要一个一个 资料捞出来 捞完之后呢 刚刚是 用加 HTML 加等于 加等于意思就是 HTML 等于HTML 去串接 后面的东西 那Append 是什么 串接 所以我抓到三个 这是公园的名称 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经典的名称 详细的介绍 那我一样在里面呢 这个后面好像跟前面 顶多是多了一个什么东西 多了一个H3 这H3 是我要针对什么 我要针对那个景点的名称 特别最后 我这边显示 你可以看一下 景点的名称 有没有 这个是字比较大 下面字比较小 所以如果你要做出这样的效果的话 就是先把Name 特别最后是Name的部分呢 前面加H3 后面再结束一个H3 表示这个字会比较大 标题3的意思 再多一个P P的话换行 如果你没有换行 它会接在后面 换行之后的话呢 再串接什么 串接一个那个Punknet 这边把它按一个Enter 把它这个Punknet 然后串接什么 一样再串接一个P 再串接那个详细Introduction OK 那最后记得呢 结束一个LI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呢 一笔 NAS就换 就是因为H H的方法就是一笔 抓完换下一笔 知道没有 刚刚同学有提到 一个很很重要的那个概念 就是这个H方法的最好用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不需要知道 里面总共有几笔 我觉得这个还蛮方便的 所以H方法还蛮推荐使用 最后呢在Append的一个 UL的结束符号 所以UL开头UL结束 最后把它Refresh 这样子的话呢 等于我更新的那个 有没有 更新的那个ReserveView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看一下 即时如果可以的话 即时就在即时显示好了 出来了 所以有时候即时怪怪的 偶尔可以 偶尔不行 是要看心情啊 偶尔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就可以 有时候点又不行 这个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 我网络上也查不到答案 也没有 在Adobe 然后写信问Adobe 他可能不会理你嘛 OK 这里的话就是 那做完之后 基本上呢 比较关键的地方 其实主要改哪些地方 大概说明 就是大概这样 把这个东西 丢给一个List的变数 先清空 所以里面会空的 然后Append UL 其实就从这边 这个是UL的开始 在这里 然后 它是一个 这个List View 然后 这边的话 一起抓 抓完之后 反正这个 这个跟前面一样 这个地方 多一个H3 结束 串串串串串 不过这个有一个缺点 就是因为它字很多 它到这边就停掉了 所以这个当然 所以我讲说 这个方法 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方法 是这样 最好你可以 点击它 有没有 点下去哦 可以跳到一个详细页面 再到那个详细页面 里面 就有这些详细的东西 包含什么 包含就是那六个栏位 全部的资料都在里面 还有包含那个图 图最好点下去 还可以跳一张大的 可以放大缩小 这样子更完美 或者可以还可以 自动去网路上搜寻Google地图 把那个景点秀出来 不过后来后面延伸 恐怕工程还蛮浩大的 那为了补足后面这一段 其实呢 其实在我介绍另外一本书里面 有这个类似的范例 就是叫普里美食啦 然后那个志明之前有问到的 普里美食 那个范例就可以补足后面的 他其实做的事情 就跟我刚刚讲的东西 几乎都有 好 资料库也有 然后后面呢 跳到详细页面也有 那这个东西的话 基本上呢 其实我刚才把它贴到那个云端 因为我知道今天应该要讲 应该是讲不完 所以我刚刚有把它整理一下 待会再来给各位看一下 另外有个那个普里美食的 普里美食的范例 它基本上就是可以这样 就是 类似像这样 这个普里美食 那即使也是不行 所以我用那个IE来跳 跳到IE里面给各位看一下 它这个东西 一样允许 诶 会不会 那这里面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把那个Google地图载进来 那主要是这个 显示 显示 那个美食 那其中有很多笔 不过我这边只有显示两笔 点击它 它有没有 它会跳一个详细页面 这个时候会允许你的手机 你的GPS 是不是能够被存取 如果你允许的话 它就会记录你现在的位置 那你可以怎么样 跳出详细的内容 然后什么时候建立 相关的资料都在这边 那你可以怎么样 甚至可以做路径规划 它会什么 跳那个手机端的Google地图 然后帮你规划 你要怎么到那边 有没有 这边会显示出来 不过它是 有点是外部呼叫 点它 去呼叫 你预设的Google Map 然后把你要查询的 哪一点到哪一点 你现在的位置 你还抓GPS 在抓你要去的这个景点 甚至网路搜寻 这个也在网路上搜寻 比如说把那个普里酒厂的 关键字丢过来而已 其实什么事都没做 那类似像这边 有点像什么 这边点下去 可以跳过来 还可以返回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那这个范例的话 我想有一些可能没办法细讲 也许我等一下把最重要的部分 概略的跟各位讲 然后呢 我把那个原始码给各位 如果你回去想要把普里美食的功能 跟今天的 就像那个PPAP 一个Pen加一个Apple 就是PiApple 两个串一起不就是了吗 对不对 所以常常都是这样子 但是你就是要有个 因为你们缺的就是范本 这个东西里面都有 所以我会把那个 你们需要的东西告诉你 然后你就把那一段放过去 如果我发现 你要把它放过去 可以变PiApple 还是有点 不过没有办法 这个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请各位先把那个 今天的那个 就是项目符号部分 把它改成 那个我们的List of View 并且是圆角 大概就这样 那其他我想如果你要把它 像我还想到 它有个那个 那个Divider Divider就是可以 就是分割 一笔分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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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发现还是会很长 因为295笔 Divider好几个 哇那就一串 它那个Divider是上面是名称 下面是详细资料 但是你又一笔 又一笔 会太多 或者好像可以 那个折 有没有那个折叠式的 List of View里面有折叠的 其实也可以用折叠的 按下去弹出来 可是好像还是没有这个好 方法很多 主要是利用那个 JQ Mobile里面的 原件做设计 那当然这些 其实延伸性都还蛮大 我是觉得 其实甚至可以模仿 我刚刚讲的 就是那个抓 抓保 然后透过GPS 如果它真的到附近了 然后呢 你就算它 有 那你给它 比如说 不一定295个 这可能295个要跑 恐怕 要跑蛮久的 对 295个 不过我觉得如果 这给那个 这个小朋友 就是中学生啊 或者 会坐车的小学生 让他们有一个方向 然后 正在透过手机 然后去 把这些东西 做完 我觉得会比那个 抓怪来的 更有意义吧 不然 抓怪 抓到最后 好像 还是抓比较大的怪 对不对 还是抓比较大的怪 对不对 那你会不做一些 跟那个教育有很大的关联 因为其实历史跟地理 并不是把它切一刀两 或者历史地理国文 其实这些其实都有相关联 那你 如果可以把一个 这东西 整合在一个APP里面 然后让它可以全面的思考 那我觉得对于 教育来说 恐怕会更有帮助 每个学生 其实脑袋是活的 而且未来它跟就业很有关系 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在生活里面 而且 台湾这方面的竞争力 当然也会更强 所以如果每一个小 连小学生都会 不只玩这些APP 还会设计这些APP 那这样 对不对 从小扎根 我想 在世界上应该就没有 没有人不知道台湾的吧 对不对 有很多东西 就很 该就简单多了 也许 我是这样想的 我可以试试看 就是把这些东西 试着在一些生活里面 做结合 因为我发现真的 你只要走出去 你觉得APP真的好重要 无论坐车 订房 吃东西 各种 都有相对应的APP 而且你会用 真的对你生活帮助 是非常的大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着 把刚刚的那个部分 先做做看 待会我们 再来补充一下 有关就是那个 普利美食 这里面哪些程式 可以用在我们 待会的部分 就是后面的延伸 一会儿 再来补充一下 来补充一下